不知道呢你有没有看过糖尿病病患 需要呢使用这个所谓的胰岛素 使用胰岛素呢是一个蛮特别的状况 就是如果这是一个人的肚子 OK比如说他把他的衣服掀起来 这是衣服掀起来 然后下面呢他还有穿裤子的话 这是他肚脐的部分 那他呢会把针额打在他的肚皮上 因为你知道胰岛素呢不是用这个口服的 OK口服的话呢 这些所谓的蛋白质呢 是会被这个你的消化液消化的 所以呢他其实是打针直接打到肚皮 然后进到血液里面 OK这是胰岛素 我们把这边呢画一下 这个胰岛素 那为什么糖尿病的病患会需要用到胰岛素呢 因为其中有一型的糖尿病呢 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所分泌的胰岛素不足 使得血糖无法降低 所以我们身体就需要外面来补充胰岛素 那以前呢这个胰岛素呢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猪的身上去萃取的 就是用猪的胰岛素 可是问题是这个产量呢不是很稳定 OK他不太稳定 所以后来科学就想 科学家就想说呢 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去产生胰岛素 结果后来他们发现呢 诶竟然可以用某一种基因工程的方式 来透过细菌去产生胰岛素 你就说细菌怎么可能产生胰岛素呢 诶我们现在呢就来讲一下这个虫组DNA 这个非常特别的遗传工程 虫组DNA 好 什么叫做虫组DNA呢 其实他的想法很有趣 就是说我们知道呢 人类比如说他能产生出胰岛素 就是因为他有一段能产生胰岛素的基因 我们画一下 比如说呢是这样子 OK 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双骨的DNA 那我现在不先让他螺旋 我就让他是平行的 那如果呢在这个地方呢 刚刚好有一个序列 我等于是把这个序列呢 给他写出来是这个G A A T T C 然后这边呢 他对过来的另外一边就应该是什么 A对 T C对 G嘛 所以G就对C 这边T T A A 然后G 然后假如呢 后面又是这里有一段 G A A T T C 然后这里呢又有一段 这个C T T A A G 举例来讲是这样子好了 然后呢 胰岛素的基因呢 如果是存在这当中 这是人类的胰岛素基因 胰岛素基因 那基本上呢 这个基因工程学家的想法就是 我可不可以把这一段基因呢 剪下来 然后呢 弄在别的物种身上 让别的物种呢 来产生什么 来产生胰岛素 诶 这个想法其实很有创意 而这个想法呢 就需要专属于DNA的剪刀 跟胶水啦 那DNA专属的剪刀呢 就叫做DNA限制酶 OK DNA限制酶 然后看到酶 然后看到酶我们就知道怎么样 它是一轴蛋白质 因为它是酵素嘛 对不对 DNA限制酶 它呢 就是特别能找到特定序列的这个DNA呢 然后把它剪下来 那另外呢 如果要找这个我们所谓的胶水的话 OK 要把这个两段DNA呢 给它粘起来 就叫做DNA连接酶或接合酶 DNA连接酶 也是一种蛋白质 那举例来说呢 这个剪刀都是有特殊的哦 它要找特定的这个核甘酸序列 这边我们特别强调一下 它会找特定的核甘酸序列 特定的核甘酸序列 好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剪刀呢 是特别会去找某一种序列 叫做什么 就是AATT的 然后呢 会在A的前面呢 去给它剪下来 所以你看如果它会喜欢去找AATT的话 在这个地方 这里不是就是AATT吗 下面这里也是AATT 所以在AATT的前面剪下来 在AATT的前面剪下来 这个在AATT的前面剪下来 这个在AATT的前面剪下来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把这一段呢 复制下来 OK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 我们把不该出现的东西擦掉 这个时候呢 这一段就被剪下来了 有没有 它就被剪下来了 这里就被剪下来了 我们把这里再重写一次 这是A AATT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小段的胰岛素基因就被你用DNA限制 没这种剪刀剪下来了 而如果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什么细菌里面的这个质体 我们刚刚这个细菌里面的质体呢 它也存在AATT这样的一段 我们画一下 举个例子来说 在这里 这个质体到某一个地方呢 有AATT 里面呢 也是这样子 OK 那到这里呢 也是一样 有我们的这个什么 GAATTC 这样子的一个段落 GAATTC 下面呢 就会反过来 变CTTAAG 那同样的这个剪刀也是专门认什么 AATT啊 然后会剪在A的前面 所以呢 它专门剪在A的前面 专门剪在A的前面 这个时候呢 这个质体就会打开 我们看开的一端是G 然后呢 绕回来连CTTAA 有没有 CTTAA 那另外一边呢 剪下来的头端是AATTC AATT 然后呢 这里是C 然后呢 再转一圈过来 这边呢 最后剩下的是什么 是G 然后G对到 这个C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被打开的直体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有趣的地方这里是AATT 这里是TTAA 如果我现在刚刚好把这一端 跟这一端呢 给它粘起来 它不是就会变成刚刚好对称了吗 同样的 如果这边的AATT AATT 有没有 如果呢 把它倒过来的话 你就会变成什么 你这边 就可以去跟它粘了吗 A摆在这里就是AATT 跟这边的AATT 也是可以粘在一起啊 所以这边跟这边 所以这边跟这边不就可以粘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胰岛素基因去卡在直体上 我们现在呢就稍微把这一段拉过去一点 让大家感受一下 OK 大家看到胰岛素基因在这里 我们现在呢就用另外一个颜色把这个胰岛素基因接上去 我们用橘色好了 你看这一端是不是AATT 是不是AATT 所以我们照着写AATT 然后呢 这边剩下C跟G嘛 C这里是G OK 然后它是不是就可以环状的接过来 是不是可以环状接过来 这边是不是可以环状的接过来 那这个AATT 那这个AATT 那这个AATT的另外一端是什么 是一个G 那这个单纯的G的另外一边是CTTAA 有没有 这个是C 然后呢 接下来是T对T A对A 你有没有发现 你就把中间这里的一段 这一段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胰岛素基因 胰岛素基因给它卡在细菌的质体上了 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 这就是重组DNA 而当有这个重组完的这个质体呢 我们把它重新放到大肠杆菌里面的时候 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画一个细菌 画成这样子 好 这个细胞 B呢 给它画好 这是细胞B 好 那我们知道呢 它里面还是有它的什么 所谓的环状的这个DNA 是我们的 这个染色体 可是呢 刚刚我们重组的 这个 这个 质体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OK 原本的质体如果是黄色的话 原本的质体如果是黄色的话 那么呢 后面加上的这个基因呢 就是橘色的部分 OK 这个呢就是一个重组的DNA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重组的质体 重组的质体 那这个重组的质体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呢 它是一个带有胰岛素基因的质体 所以当它带有胰岛素基因的时候 这一段基因就可以透过DNA产生RNA 最后呢产生蛋白质 就是DNA 转入成RNA 再转移成蛋白质的方式呢 去产生胰岛素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能够产生胰岛素的细菌 而目前在生物医学上的领域呢 这种拿来可以产生胰岛素的细菌 我们最常使用的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大肠杆菌 OK 大肠杆菌 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剪完 用剪刀剪完的过程呢 这个粘上去的过程就是什么 透过DNA连接酶做到的 上面这个工作呢 是透过DNA限制酶 同一种限制酶呢 就会去剪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序列的前端 或同一个序列的后端 每一个这个特定的限制酶 都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技术就是所谓的重组DNA的技术